高雄市有位好心人贾淑林 他靠卖菜为生 跟陈述局阿嬷一样 他也做善事 为了响应高雄市图书馆 募款买书的计划 他捐出了一日所得3000块 因为他说他常年来卖菜 都是早出晚归 所以他的四个小孩 常常都只能到图书馆念书 也希望大家响应捐书活动 高雄菜饭贾淑林 捐卖菜一日所得3000元 响应高市新总图捐新书活动 他表示卖菜很辛苦很忙碌 幸好孩子也喜欢上图书馆 只要有颗热忱的心 大家都可以像陈述局一样 请善助人 贾淑林汉先生靠卖菜 把一男三女拉拔长大 忙碌做生意要早睡早起 好在孩子很争气 一个当公务员 一个是护士 两个还在念大学 他很庆幸孩子会自动念书 也还好有图书馆 让孩子有好的去处 陈竹图书馆 原本想表扬菜饭捐款买数的善举 但贾淑林坚持不要 他觉得这原本就是应该做的 陈述局阿嬷的善举 也给了他启发 想做善事就去做 做就对了 联合报许如意高雄报道 各 gangster 汽水